这个肥料太厉害了 才三天的时间 居然还有点烫手 这个温度应该超过了45度了 这个还不包括中央的位置 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将 今天是这个堆肥 第三天 我用的是一些厨余垃圾 刮果蔬菜 包括了一些咖啡渣 骨壳进行发酵 然后才三天的时间 它已经明显的升温 有点烧手了 我估计中央的位置 已经超过了50度 这么高温的情况下 老实说 这个肥料 我估计很快 我就可以拿去使用了 因为我已经看到 表层那些骨壳 已经开始碳化 而部分的骨壳 甚至已经完成了碳化 安慰的挖开看一下 曾经几年前 有朋友问我 在家里堆肥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会出现冒烟的情况下 情况 事实上还真的如此 我们在家发酵肥料 一般情况 如果懂得正确的方法 那么这个肥料 将会在堆肥完成之后 大概三到五天之内 会温度达到60度 甚至70度 70度的土壤 是绝对会去到冒烟的可能的 我这个才三天的时间 还没起到冒烟 但是中央的温度 这个温度的确已经到达了四五十度了 我估计很快这个东西就可以拿去使用 虽然之前的碳化效果不好 但是现在已经非常的完美了 甚至这个东西如果降温之后 我估计我就可以拿去养花了 这个肥料在发酵的第一天 就是弄好之后的第一天 发出一种很明显的酸腐味 然后当时我在楼梯上来的时候 我就闻到这里一股很明显的酸酸腐腐的味道 没有臭味 就是酸腐味 然后今天开始 这个肥料 除了我现在扒开 还能闻到少量的酸酸的味道 但是如果把这个东西被子盖上 把护膜盖上的话 我连酸腐味都闻不到 所以大家在发酵肥料 尤其是发酵除淤沥垃圾的时候 可以放心的用我的方法去发酵 因为这样子真的不臭 我现在是已经百分百放弃了这种发酵方法 这是最传统的水泡法发酵 用的就是黄豆加上那个水 去浸泡 当然这里就不只是黄豆 也加了咖啡渣骨壳 你看现在已经完全分解掉了 但是这个肥料 在使用的过程中 还是有一股明显的臭味 而这股臭味不仅臭 它还会引来苍蝇 以及一些小昆虫 老实说 我们在家养花种果树 我估计没什么人愿意家里满天都是苍蝇的 虽然苍蝇并不是一个很危险的虫子 但是有它在 我估计小孩子是不愿意来了 那为什么这一次升温这么快 然后这个东西碳化的那么好呢 其实跟我之前的操作有点不一样 因为这次我重点就是给它使用了这个 这个就是料素 料素里面含有大量的氮肥 而这个氮肥在发酵的时候使用 会提升我们的碳氮比 我们都知道我们那些厨余垃圾那里面都含有大量的氮肥 但是对比我们那些骨壳咖啡渣 这些是碳料 碳料太多 然后氮料不足的话 升温就会慢 所以我们就要给这里面去添加这个天然的氮元素 给了它那个氮元素之后 我们的碳氮比就会增加 然后呢会让我们这肥料呢快速的进行发酵 快速的进行升温 当我们这些都升温了之后呢 才是细菌最活跃的时候 细菌才能更好的分解这里面的厨余垃圾 当然了想要我们这些材料快速的被分解呢 我们还有一个工作 就是这个这个呢是那个烧完的那个碳 木炭 这个东西呢在这里的作用呢就是一个 就是给我们的材料提供大量的氧气 因为呢分解呢其实分为两种 一种呢是有氧发酵 另外一种呢是无氧发酵 而无氧发酵呢发酵的速度是超级慢的 所谓的超级慢呢并不是一两天三五天的问题 而是一年两年甚至十年八年的问题 所以呢让我们的肥料发酵呢 就不能走无氧发酵的道路 一定要走有氧发酵 擦上这个东西的之后呢 我们就不需要经常的进行翻堆了 然后呢氧气会通过这个木炭呢 会进入里面 然后给我们的细菌进行枯吸 细菌呢在有氧枯吸的情况下呢 就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然后让这些肥料呢进行碳化 进行分解 我们的肥料在升温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工作也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保温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 泡沫箱是最好的发酵箱 原因就是这个东西呢 保温的能力非常的强 加上我们在上面呢 盖上了一层这个塑料纸 一层的棉被 一层呢 是比较重的材料 所以这个肥料在里面呢 就相当于裹着一层厚厚的被子 在里面燃烧 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可能有点悬 有些朋友可能听不懂 当然有些朋友呢 就觉得这个没意思 但是呢 您在家呢 如果您想不再去买土 不再去买营养土的话 您一定要学会呢 就是在家用厨余垃圾 发酵营养土 发酵辅液土 因为这样的发酵呢 营养非常的均衡 最重要是会让你的土壤 变得越来越肥沃 那怎样发酵这个厨余垃圾呢 就是要用这个方法 那怎样才能快速发酵呢 就要用到它了 知道没有 如果您在家 您不懂 您可以讲我微信 我们慢慢聊 我是佛山阿花匠 我是大家拜拜